好,今天在这边呢 我们紧急录一个像跟大家发现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就在昨天我们两个呢 想要给我们这个添加一些这个audio 就是录音的这个东西 去了一趟Best Buy 在Best Buy呢 看到它有展览的手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一款 我对那个手机还蛮感兴趣的 三星的可以像书这样一翻开 我们就想说 要不然我们就在那上面搜索一下 在YouTube上来搜索一下 AI News爱报道 来看看我们的频道是怎么样 结果一搜索呀 哎呦我的妈呀 吓了我们两个一大跳 对,惊为天人 一点开之后居然发现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看不到 我全部被逼 非常的夸张 这点让我吓一跳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 做到丑吧 我不知道怎么讲 而且很卑鄙 对 就是完全我在不通知你的情况下 我偷偷摸摸的让很多人看不到你的视频 所以我们两个当时就在那边拿着他们店里的手机 还有E3的手机 我们就拍了两个屏幕的对比 好,然后我们点进来 好,然后我们来到Videos 然后Sort by Inuit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 这就是正常我们的playlist 是这样的 对 这个是我们昨天新发的视频 但是呢 我们用别的账号这里 它是完全看不到 对 我们上面两个已经被屏蔽 然后是从边境谎言开始 对 再下一个是轻略战 再下一个是抗议校董会 抗议校董会之后 Voxo Biden 还有非法移民 还有这个疫苗 Visor 对 还有这个小孩的这个鼠 还有这个亚利桑纳 是全部都没有的 直接跳到了边境危机 对 中间又有三个被跳过 对 所以关于疫苗的 还有什么六四天安门事件的 还有什么这个 所有东西全部都看不到 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有很多视频是看不到的 我们包括那个F周外的那个 是看不到的 然后我们讲疫苗的是看不到的 中间有很多视频都漏了 最前面两个看不到 往后往后那些都看不到 所以它漏了不是说一个两个 是一大部分 对 就是说你只要讲到疫苗的话 它就是把你屏蔽掉 然后你讲到选举的话 就是把你屏蔽掉 然后你说什么参议员 然后什么什么性解放那些东西 好像它都还留着 但是就是那些东西 只要是跟他们的 political agenda不一样的 他们就全部把你管理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我从来没想过说 原来YouTube是会这样 针对一个频道 就是你 它是这么小的频道 订阅也没有多少人 看的人也没有多少 但是它还有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就把它弄掉 是 然后也有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留言 说非常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我们这个新闻的时候 一播放 要不然就播放不流畅 要不播放播放 突然就跳到别的视频去了 然后它再回来的话 然后播放 又给它倒退或者怎么样 反正就是很难流畅的 把一个视频看完 如果从这个鼠灵的层面来讲 这一定是有很大的鼠灵征战 如果你要是从现实的层面来讲的话 YouTube它就是不要让你看到视频 而且它不想要更多的人 看到我们的视频 所以我们很难像其他正常的YouTube 比如说人家是做美食的 或者是做美妆博主的 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是跟YouTube的agenda 毫无相关的这些东西 他们可以很流畅的就把这些东西发出去 而且他觉得这个东西会给他带来收益 所以他会帮助这些人来猛推他们的视频 但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说实话啦 YouTube不给我们封号都算不错了 而且我们的东西只要一上去 基本上就被谎标 所以说我们要靠去YouTube收入 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然后他们封了我们的收入这个来源 然后还有封了这么多的视频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恶心 非常非常的过分 对 但是昨天他在那个店里 其实我也蛮开心的 我就说 哇 这又是另外一个confirmation 就是我们真的在做对的事情 对 因为你没做什么事情的话 就不会被攻击嘛 就像你在YouTube上面 你一直在那边吃水饺 你可以吃一千个 也不会 也不会被攻击 YouTube反而很喜欢你这种视频 因为他想让大家的东西 都往娱乐的方面去发展 对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I think we're heading where it hurts 所以说他们才会想要去做这样小的手段 小动作 那么这个是你的confirmation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们的视频被封 是一个indication 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害怕了 就像川普说 他们为什么一天要骂川普 一天要封锁川普 就是因为他讲的东西是真的 然后他讲的东西是有用的 对 然后我们现在被封了 我反而就是觉得 OK 因为我们讲的都是真的 我们讲的都是对的东西 我们西行小宝 朱妹 他要讲什么 随便他们哈 反正对他们无伤大 大家只会觉得保守 就是一群神经病而已 对 但是当你讲到真正的东西 真正他们想要再改变的东西 像说变性的 然后什么性教育在学校里 这些东西 对这些东西有目的性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你封锁掉 而且说实话 我们的视频都是有理有据的 然后我们是真正有来源的 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光在这 嘚啵啵啵啵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说的天花乱坠 什么证据都不拿出来 我们都是有视频 有文章 全部都是来作为证据 而且都是准确可靠的来源 并不会找一个莫名其妙的网站 然后报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根本你不知道来源是哪里 然后听起来很爆炸的消息 我们绝对不会报这种新闻 所以左派害怕的就是有理有据的东西 然后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 但是很多主流媒体把CoverUp 不让你知道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用中文来向我们华人的朋友们 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所以这个是他们非常害怕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鉴于此 我们就考量了一下 我们就开通了我们的Telegram频道 那我们这个频道呢 有一个粉丝群 还有另外一个群 就是我们每天会把我们的视频来放送给大家 这样的话就是来确定 哪怕你已经关注了我们频道 但是非常有可能YouTube不推送给你 因为YouTube他就不推送给我 我们自己的频道 然后我用我自己账号去看的话 他不会在主页上面推荐给我这个东西 除非我是真的去搜索才会有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我们每周一到周五 我们每一天都是更新的 或许在之后的话 我们还加多更加更新的这个内容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更新 然后我们为了确保 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每一天的节目 我们就会把这些Link 全部都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 让大家不要被YouTube这个东西控制 然后不要以为说 原来他们不是每天都出视频的 原来他们今天没出啊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如果要是有特别特殊的情况没出的话 我们一定会跟大家来提前说一声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要保证大家每一天都能看到我们的内容 你看我们一天不出两个就不错了 对不对 对话多实在憋不住 我跟你讲 天天在这打架 你说我说 你说我说 能出一个就是打架后来的合理 几条四条不 对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在这边给我们的支持 真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力行的来帮助我们 转发我们的视频 因为我们昨天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就说不得了了 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那个频道 我们在后台上 你会看到很奇怪的现象 就涨粉掉粉 涨粉掉粉 那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诡异的路线 对 一天一天涨十个 然后第二天跌二十个 然后你就是那个东西一直闷 起起落落这个样子 对 起起落落就好像跟正常的频道经营的 轨迹是不大一样的 而且看起来会非常奇怪的 不知道这一切都是 到底是在做什么 那个like也有被上下这样调过 反正一百多个like 然后突然变成七十几个这样 对啊 就是我就是有自己发现 所以我全部都有截图 我觉得那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刚看完说 这个视频有一百多个赞 你再过一会儿 再一点 怎么就说几十个赞了 然后怎么回事 就奇奇怪怪的 反正这些东西 在我看来都是一些很诡异的事情 所以没有办法说 我们的确是想把这个频道做好 我们也不想说找很多理由 就说我们东西不信任等等 所以我们没有粉丝等等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努力的在做 但是的确看到这些事情非常非常反常 然后让我们知道说 为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努力 看来好像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确给我们太多的干扰 但是没办法 我们用的就是YouTube这个平台 然后这个平台本来就是不喜欢我们 它就是要打压我们 所以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对 所以各位请帮我们打破这个algorithm 是 你看到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点赞 然后请在底下留言 随便你要留什么都可以 你在上面写日记也OK 对 不管是留什么 希望大家能去留一留 就是说很棒很好 或者是你对其中一些事情 真的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告诉我们 不然的话 你就可以随便留一些 你想要讲的东西 或者怎么怎么样 因为这样的话来帮我们打破这样一个迷思 对 最重要的是要帮我们分享出去 这个东西 你就把它当成福音 然后呢 你就是随便丢出去就可以了 你不用太理它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需要的人就会看到 所以说 请你帮我们分享我们的频道 请你帮我们分享这个频道 希望这个平台真的是可以做什么事情 对 因为我们不光是说 在这起到一个 这个跟大家报道新闻 然后不乱反正的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希望 通过我们的频道 可以给大家来传福音 可以让不认识福音的人 知道神在美国掌权 从政治的这个角度来切入 让他们知道 原来真的是有神 然后让他们可以信主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那这些事情呢 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合作的 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的 在这种被打压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害怕 我们只是身体力行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去转发 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 让更多的基督徒都能够醒过来 看到现在美国发生是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一起来做一个翻转的工作 好 非常感谢你 愿神祝福你 那我们呢 就以后每天都再见了 拜拜 我是Polisha 我是Ethan 我是Ethan